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破晓啊 今天三国制战略版终于是出了一些新的武将和新的技能 那我们这里就特别的给大家来爆料一下 首先呢,就是两个角色 一个叫做SP刘烨 一个叫做诸葛克啊 诸葛克,这个角色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吧,诸葛克嘛 叔父借鉴十万 吴友主公孙十万 对吧,诸葛克 那我们不说这个啊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新角色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技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P刘烨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得到啊 他自身的兵种适应性和武力值 智力值这些属性都放在这里呢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他自带的战法呢 叫做这个定计谋诀啊 定计谋诀是一个被动战法 偷取敌方智力最高的武将 24点的智力 而且受智力影响 也就是说其实偷的还是蛮多的 而且每当自身试图发动主动战法前 会恢复我军单体一定的兵力 受智力影响 这个角色他的用处就是在于 首先是能降对方 智力值最高的智力 就是说他可以压制对方这个高智的一些角色 然后呢 就是在自身发动主动战法的时候 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回血 对吧 比如说给他带一个这个 节力总模刮骨疗毒这种 就是高概率的一个主动顺发战法 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角色在发挥上来说 奶量是非常爆炸的 不过这个角色他是个卫国角色 然后骑兵是A 攻兵是S 卫国玩攻其实就比较的痛苦了 所以说一般玩攻的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骑兵的话 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有发挥的 好吧 这个我们就要具体看他出来之后 我们该怎么玩了 那第二个角色呢 叫做诸葛克 是一个无国角色 他自身的兵种生意性和属性都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自己看得到 对吧 这个速度 有点过分 好吧 这个速度10点确实是有一点过分 然后他自己呢 是一个枪兵S 自身自带的战法呢 叫做挥兵谋胜 这个战法就有点意思了 战斗中 每当我军抵御被消耗时呢 使我军单体回复一定的兵力 是94%的一个兵力 然后受制零响 抵御持续时间结束 但没有消耗的时候呢 会让我军武力之最高的武将 对敌军随机单体 随机单体发动一个这个兵忍攻击啊 伤害率呢 是94% 这个也有点意思好吧 如果这个角色玩枪 然后带个甘宁啊 什么的话 打一次这个兵忍攻击啊 伤害也是非常猛的 对吧 然后战斗前三回合 每回合有60%的概率 受制零响 如果自身为主将的时候呢 概率提升至70% 也就是说他主将 70% 而且以额外受制零响 基本上来说就是80%左右的一个概率 对吧 然后使我军群体两到三人 获得一次抵御啊 持续一回合 不过这个角色 他只能是在前三个回合施加抵御 然后再配合这个 如果抵御对吧 他没有使用的话 那么在后面的回合 这个用武力之最高的武将打伤害 如果使用的话 就是回血 这个角色 我个人评价是我不是很看好他 好吧 如果配合甘宁啊 什么的话 倒是有发挥 不过也要看情况 而且这个角色 他是否啊 在这个队伍中需要折冲玉武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 因为其实一次抵御很容易就被打破了 所以说还是挺麻烦的 这个角色的这个战法就说到这里了 然后出了两个新技能 一个技能呢 叫做传承战法 叫做 阴力治全 这个战法就非常的强势了 是45概率的一个 这个顺法战法 使我军群体两到三人 获得25的规避 而且额外受速度的影响 这样子的话 这个战法是否能给灵童使用啊 这个我们还是要仔细到时候去看的 持续一个回合 该战法发动之后呢 会进入这个一回合的冷却啊 这个一回合的冷却确实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可以顺发 但是你顺发完之后 下一回合是稳定放不出来的 之后你再继续顺发 这个战法 我感觉是目前版本中啊 这个减伤战法中 也算是比较强势的战法了 毕竟规避嘛 对吧 大家懂得都懂啊 你很多主动战法输出 输出上来是很痛苦的 这样的话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传承战法 因力至全 之后呢 还有一个全新的事件战法 叫做这个终会之乱 这个战法就不用我说了 这个战法的名字呢 叫做临风绝敌 它是一个主动战法 使自己进入连击和免疫 缴械的状态 持续一回合 概率呢 是55%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超级加强版的强攻啊 因为强攻是45概率嘛 它的概率是55 概率比强攻高 然后还可以额外获得一个 这个免疫缴械的状态啊 就是这么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 对吧 大号的这个强攻嘛 三国际战略版官方经常干这事 对吧 经常出一些什么大号的技能 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们的这个新战法 先爆料到这里好吧 之后具体的分析呢 会额外的出视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